堂堂玄学大师成了小说里的假千金 正巧遇到真千金霸气归来 我无心争夺 打算云游四海 谁知道真千金自己倒在地上 眼泪汪汪 姐姐 为什么要推我 我没头一跳 很好 女人你引起了我的注意 很久没人敢这么惹我了 我放出了刚刚捉到的恶鬼 真千金被吓得尿了裤子 我装作被吓到 妹妹不会是得了精神病吧 要赶紧吃药治疗啊 谁能拒绝一个会控制恶鬼的绿茶呢 你 穿成书里假千金的时候 我正在捉鬼 没错我是个道士 法力很强的那种 可这个鬼也挺厉害 为了逃脱 居然想把我封进小说里 好在我反应快 虽然没能跑了 但是我把他也拉进了小说里 剧情刚好就是假千金生日 然后真千金出现 今天我孙某人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孙家真正的女儿找到了 爸爸一脸激动 他身后躲着一个可怜楚楚的女孩 女孩一身肃静的连衣裙 脸上也白静的 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反正就是小说里青春女主的设定 而我则一身红色的晚礼服 样式繁复 看着就豪气 但也很吐气 想必妆容也是如此 一红一白 高下立判 最主要的是 假千金十分不招人喜欢 碰巧这本小说我看过 假千金胸大无脑 骄纵任性 男主不喜欢他 他也熟视无睹 化身舔狗 什么手表豪车 统统都买来送给他 但每次送完礼物 男主都会把东西扔进垃圾桶 后来男主家生意出了问题 为了拯救公司 主动和假千金联姻 没想到生日宴上 孙家的真千金找到了 真千金楚楚可怜 懂事大气 颇受大家的喜欢 最重要的是 真千金和男主 其实是情侣关系 真千金 其实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份 只是他不屑于豪门中的 明争暗斗 后来男主和假千金订婚 真千金怒了 霸气回归 变身成为扭呼噜 真千金夺回了自己的一切 假千金不甘 不愿回到本来的家里 孙父孙母不忍 虽然假千金不招人喜欢 但也养了二十多年 于是假千金 厚着脸皮留在了孙家 没有一点 惊人篱下的觉悟 还妄图想要赶走真千金 夺回男主 最后被男女主 联手赶出了孙家 赶出去还不算玩 男主还找人下套 让假千金染上毒瘾 最后只能去卖 死在床上 当初看的时候 觉得男主冷力果断 心狠手辣 对别人狠 对自己更狠 唯独对真千金充满了柔情 感觉很怠感 但是事情要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怎么也喜欢不起来男主了 二 很好 很好 但如果觉得这样就能报复到我 那简直就是笑话 爸爸 我回来不是想取代谁的 孙家的产业我也不要 我只是想回来陪陪您和妈妈 周清飞也就是真千金情真一切 更加衬托的 我像对孙家有什么想法 孙父老泪纵横 闺女啊 你说的什么话 你是孙家的亲生闺女 这些财产都是你的 不给你给谁 周清飞瞟了一眼我 见到我毫无反应 甚至还对桌上的各种美食 产生了兴趣 没办法 谁让我以前捉鬼 过得清汤寡水 没见过好东西 她眼睛微微眯着 然后笑得波澜不惊 好似一朵开在山崖上的野百合 不识人间烟火 可我习惯了呀 我以前家里很穷 没人帮我 都是靠着自己一点一点积累的 虽然累 但也收获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这些都不算什么 其实我羡慕姐姐能陪在父母身边 周清飞几句话 就把众人的注意力放到了我这边 我正夹着一只大虾往嘴里放 简直不要太美味 一旁我的未婚夫起药正中没看着我 她眼中的嫌弃一闪而过 我咽下食物 找不到餐巾纸 包虾壳的手 直接就在奇药的身上蹭了蹭 她脸立刻就黑了 可是为了公司 她只能隐忍不发 我看到她骨节都捏得发白 心里痛快多了 我清了清嗓子 妹妹这话怎么说的 这可都是你的 现在你回来了 谁还敢有其他想法 你自己家还用客气什么 我言辞恳切 孙父孙母从刚才的喜悦中冷静下来 互相看了一眼 显然是才意识到 自己还有我这么的假闺女 见状周清妃一愣 眼中燃烧起来暗火来 啊 如果我没看错 那暗火应该叫做斗志吧 我都说成这样了 她还想怎么着 原助理 贾千金一哭二闹三上吊 也没见她这样啊 三 姐姐你放心 就算是我回来了 你还是孙家的小公主 这个是不会变的 你只是多了一个家人 多了一个爱你的人 我来不是和你争的 是来加入你们的 这话说的真棒 把自己姿态放低 好像我不接纳她一样 妹妹 我看你是误会了 我是周家的人 自然不能再留在孙家 我一会打算收拾收拾搬出去 家里的一切都还给你 还有这个未婚夫 她想娶的是孙家的女儿 我就不掺和了哈 我起身想去收拾东西 但还有些舍不得 桌子上的美食 孙母立刻上前 陈陈 你不用那么急 在家里再住几天吧 周清妃眯了眯一眼 是啊 姐姐你不要着急走吗 妈妈身体不好 你这样会让妈妈难受的 孙母对着周清妃笑了笑 笑容里都是 欣慰于她的懂事 瞧瞧 不懂事的反而是我了 没事我大度不和她计较 谁知道在我路过她的时候 周清妃立刻向着旁边一倒 旁边是我三层的生日蛋糕 这下直接就把蛋糕砸坏 还弄了她一身 周清妃可怜兮兮地躺在奶油中 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没事没事 是我自己摔的 但她的表情和行为已经告诉大家 是我干的 而且她害怕我 嗯 很好很好 我最讨厌两件事情 一件就是算计我 另外一件就是浪费食物 现在她都战了 我要让她看看老实人的反抗 况且就算是假千金 这个阶段 根本就没有伤害过她的任何利益 齐妖猛地起身跑过来 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要是飞飞 有事我不会放过你 我故作委屈 捂着嘴 我真的没有推妹妹 是她自己摔的 周清妃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觉得我的段位太过低级 我冷笑一声 捏碎了吊坠 下一秒一个恐怖的鬼脸 就猛地出现在了周清妃的面前 周清妃瞳孔瞬间放大 推开齐妖的手 啊 鬼呀 妹妹该不会是疯了吧 呜 我可怜的妹妹 我哭得虚假 周清妃不敢再让齐妖碰 因为刚才鬼脸 就是显现在齐妖脸上的 飞飞 孙父孙母一脸焦急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看不到鬼脸 只知道周清妃突然就疯了 还在一地狼藉里 不愿意起来 让周围的宾客都看了笑话 哼 绿茶谁不会 更何况 还是个会控制恶鬼的绿茶 四 我才没有疯 刚才真的有鬼 我看到了 孙晨晨你故意污蔑我 周清妃拼命地反驳我 看来刚才她真的被吓坏了 也不顾上 装作不识人间烟火的样子了 指着我破口大骂 飞飞 你冷静点 并没有什么鬼 有我在 你什么都不用害怕 齐妖跪在她身边 一脸的怜惜和担忧 根本没有对其他人的冷漠和疏离 但我现在只想翻个白眼 角度不同 评价也不同 既然不喜欢假千金 还和她订婚 骗取孙家的支持 无耻 孙母的表情也有些复杂 她看了看周清妃 又看了看齐妖 周清妃已经被齐妖搀扶起来 还被她搂在怀里 两人亲亲密密 毕竟周清妃已经认亲 两人的关系 也不用再遮遮掩掩 再加上遇到了这种事情 齐妖更无法做到冷眼旁观 但是落在其他人眼里 就觉得有些别扭 宾客们互看一眼 彼此的眼中 都有个大大的疑问 这齐妖 究竟是喜欢孙家的闺女 还是喜欢孙家这个名号 而且 这真千金 怎么这么不知轻重 孙父显然也看出了 其他人的想法 脸色有点僵 孙父可是最注重面子的 这也是为什么 最后任由男女主设计 逼死贾千金 她也没有顾及 二十多年的情意 帮贾千金 那是因为贾千金 触碰了她的底线 闹得满城风雨 让孙家丢进了脸面 小样 和我斗 鬼都斗不过我 别说你这个小绿茶了 我躲在孙母的身后 我真不是故意污蔑妹妹的 我只是担心她 而且咱们家是 全程公认的风水号 请了最好的先生来看过 又怎么会拆到闹鬼呢 我做出一副 渲染玉气的表现 孙母表情肉眼可见的 动摇了起来 妈妈知道 这话也说到了孙父的心坛里 飞飞 你真的看到鬼了 周清飞立刻就骑虎南下 说自己见鬼吧 就承认风水不好 说自己没见鬼吧 就是承认自己疯了 她咬着牙 恨不得把我撕了 是我破坏了姐姐的生日焰 但刚才真的有人推了我一下 我摔猛了 才会觉得闹鬼 是我错了 不该被推倒 孙父冷声道 沉沉 这是怎么回事 好了 现在皮球踢到了我这里 因为刚才她倒地的时候 身边只有我 我没说话 周清飞以为我认输了 她刚要开口 就身子哆嗦了一下 因为有只腐烂的大手 拍在了她的肩膀上 周清飞表情逐渐惊恐 她浑身打着哆嗦 也不敢回头看 双腿间更是留下了 可疑的黄色液体 五 鬼 鬼 真的有鬼 周清飞表情争鸣 比鬼也好不了哪里去 但因为只有她看到了鬼 其他人压根什么都没看到 虽然不说 但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任由其要怎么搀扶都起不来 黄色液体混合着奶油蛋糕 那画面太美 我不敢看 妹妹 咱们要不能停啊 我的生日宴成了一个 够全程吃一年的大褂 周清飞也如愿和孙父孙母相认 只不过孙父孙母 并没有太多的激动 而是一脸担忧地坐在餐桌旁 孙福 老王说的那个精神科大夫 我感觉也不错 孙母 其实我觉得飞飞可能撞血了 要不找个先生看看 孙父孙母观点不统一 最后把目光转向了 正在大吃大喝的我 晨晨 你有什么想法 我顺势同意了孙母的挽留 留在了孙家 周清飞激起了我的胜负欲 我咽下嘴里的红烧肉 我觉得都可以试试 135精神科治疗 246玄学压制 周日嘛就一起进行 这能行吗 毕竟是亲妈 孙母还有点担忧 我能说什么 继续低头吃着饭 别都不说 孙家的厨子倒是挺合我胃口 要不再看看 孙父也犹豫了 我摇摇头 你可是在上海臣服的孙老板 什么世面没见过 平时也是杀法果断的人 到了周清飞这里 怎么就马找了呢 看来关心则乱 我用筷子蘸着菜汤 在桌子上画了一个符 顿时楼上的房间里 传来一阵高靠的女声 啊啊啊 有鬼啊 还是声调 音调逐渐攀高 已经到了哈西 看来周清飞的嗓子已经开了 孙父孙母没有动 我觉得晨晨说的有道理 6 好吃不如饺子 舒服不如倒着 好玩不如 砸毛老道 我说过不许叫我砸毛 你这个丑鬼 我进了房间 刚想休息会 就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坐在我的床上 那床可是原主特意定做的 纯中式雕花落空木床 也很符合我的审美 我可一次都没睡过 就让恶鬼占了便宜 一分钟后 恶鬼哭唧唧的在厕所里 帮我洗床单 呜 你知不知道你把我弄疼了 我的脖子都快断了 我之前还帮过你 吓唬那个绿茶婊 你怎么这么对我 他蹲在浴缸旁边 浴缸里已经放满了水 刚好能放下 我那针丝刺绣的床单 恶鬼啰哩啰嗦地 说着自己的委屈 脖子断了就揪下来 反正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而且你要不说我都忘了 你确实帮了我 不过一马归一马 咱们单算 恶鬼不哭了 那你为什么又打我 我抱着肩膀 因为我有洁癖 你坐了我的床 我给你洗不就行了吗 动手干什么 疼死我了 头发都快被你揪秃了 果然在头顶的位置 黑气有些稀少 看来他死了 还是个骚包的恶鬼 从黑气里 伸出一双腐烂的大手 刚要碰到水 恶鬼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他战战兢兢地回头 见我目光冰冷 双手立刻就恢复成活人样子 不好意思 刚才忘变了 他一边卖力地搓着床单 一边偷偷看我 那什么 我被打背抓着洗床单 我也认了 可我帮了你 你怎么感谢我 瞧着他期待的样子 我也不好让他失望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气 恶鬼像是个小媳妇似的 站在一边 虽然他早早地被我打服 可还是不能解我心头之恨 要不是他 我现在还在现实世界 欢快地捉鬼 想起我那些订单就心疼 那可都是钱啊 不等我再打他 恶鬼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大佬息怒 你就是打得我灰飞烟灭 现在也没办法回去了 咱们现在主要的是 想好怎么在这个世界好好生活 只要你以后不打我 我以后肯定会好好表现 看着恶鬼这个怂样 让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我穿进小说里 也没什么准备 扶指桃木剑之类的装备 一概没来得及拿 唯一带着的风印欲坠 也被我捏碎了 现在只剩下这个 被打服的恶鬼了 这捉鬼就和谈恋爱一样 想要得到恶鬼的心 就要先抓住他的命门 才能让他死心塌地地害怕我 我既然能一次收服你 就能第二次收服你 你最好不要耍花样 恶鬼如蒙大赦 跪在地上就差舔我的脚了 孙家动作很快 大夫和大师马上到位 这就是金钱的力量 这几天我没让恶鬼动手 搞得恶鬼也十分不解 但他懂个屁 做事要有张有迟 放长线叫大鱼 我要给周清飞 一个大大的惊喜 因为周清飞这几天也没闲着 他连夜联系了周家 给我安排了一场亲人相认 周家对周清飞不错 特别是那个 比他小两岁的弟弟 在知道周清飞 不是亲姐姐后 甚至产生了一些 不切实际的想法 只不过因为他 只是个深情男二 不配得到女主的爱 所以化身中全 后期原主回到周家时 弟弟和父母 甚至还联合起来 一起为难原主 问就是女主光环太强大 可惜他遇到的是我 八 相认的时候 周家父母还有弟弟的态度 有些奇怪 不用问肯定是周清飞说了什么 周清飞也从房间下来 只不过因为受到惊吓 没有缓过进来 人还有些虚弱疲惫 但不影响他茶言茶语 爸妈都是清飞不好 清飞以后不能常陪在你们身边了 可你们在清飞心中 和亲生父母一样重要 清飞不忍心看着你们私女心切 所以擅自做主 让姐姐和你们相认 也是希望姐姐不要孤苦伶仃 我希望姐姐也能幸福 周清飞眼泪汪汪 孙父孙母 周家父母也不停地抹着眼泪 我也忍不住哭了 这你妈演技太好了 不去演穷妖剧 简直是白瞎了 等我以后 有钱开的影视公司 一定捧他 见我哭了 周清飞更加得意 还以为我是为了自己的好日子 到头了而哭泣 没想到妹妹这么关心我 我太感动了 那我就回去吧 所有人都是一愣 周清飞偷偷勾起的嘴角 也僵住了 他以为我得一哭二闹三上吊 毕竟原剧情里 他几句茶言茶语 就让周家人对原主有些微词 再加上原主的做派 后期更是让人厌恶至极 他这是想让我出仇 孙父孙母也没想到 一下还有点舍不得 但我坚持要走 周家弟弟还哼了一声 家里没你住的地方 让你推倒姐姐 就是有也不给你住 周家弟弟声音很小 但是客厅很安静 所以大家都听见了 小弟 你乱说什么 周清飞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 甚至还带点鼓励的意味 周清飞不光绿茶 还是个钓鱼的高手 这表情这语气 谁看谁迷糊 话音刚落 周家就接到了电话 他们家的房子失火了 现在已经烧得一干二净了 周清飞猛地回头看我 要不是他知道我一直没离开 那目光让我怀疑他 以为火是我放的 毕竟这事的受益人只能是我 可惜他不知道剧情 这段本来是为了表现 周清飞即使是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 也在周家有困难的时候 出手相助的善良品质 但现在却成了他阴沟翻船的剧情 而我呢因为痛快认亲 博得了不贪图富贵 重视感情的名声 孙父孙母已经被他弄得焦头烂额 他自己又身陷精神病 和撞邪二选一的困境里 更是没有能力管 周家又穷 只能借住在亲戚家的老房子里 孙父孙母舍不得我受苦 又让我留了下来 只是孙母还有点小吃醋 一直拉着我的手 问我是不是真的想回去 周清飞的牙都快咬碎了 就 这几天我继续在孙家胡吃海塞 把没吃过的都吃了一遍 孙家的厨师已经很久 没有这么痛快过了 每天早上都会问我 今天想吃什么 然后特意给我做 周清飞一脸疲惫地从楼上下来 他见我刚才和厨师聊得开心 表情怨毒 好似我抢了他什么宝物一样 我冷笑 什么女主也不过如此 目光短浅的 比我道观里养的狗还不如 周清飞见到孙家的庸人和厨师后 立刻变了一副表情 柔弱的像是受惊的金丝雀一样 只是大家见识过 生日宴那天周清飞的疯狂 一些相信有鬼的人不敢靠近他 生怕自己也被恶鬼缠上 一些不幸的人 以为周清飞有精神问题 也不敢靠近 所以任他楚楚可怜地 吃着冷掉的粥 也没人主动给他热 周清飞女主光环加深 已经习惯别人及时发现他的委屈 所以他已经忘了一个 叫做嘴的器官 我翻了一个白眼 喊了一声保姆让他热皱 周清飞立刻抬起头 傲娇中夹杂一些鄙夷 好像在说 就算你讨好我我也不领情 他心安理得地等着保姆 直到看到 我把自己的粥递了过去 周清飞深吸一口气 脸都快气歪了 果然是个没气量的货 那以后可就好玩了 为了感谢妹妹帮我 和家人相认 我偷偷告诉妹妹一个秘密 其实那恶鬼我也看到了 等回头你再接受心理治疗 我会和他们解释的 我无辜地眨了眨眼睛 很有欺骗性 周清飞本就看不起我 之前那些事情 也没往我身上怀疑 当下不宜有他 却不知道我已经换了信子 我纵横抓鬼界这么多年 唯一吃亏的 就是让恶鬼给拉到小说里了 不过这个亏 我会千倍万倍地讨回来 更别说他了 十 精神科医生还有大师 都是森家托关系 找来的专家和寺庙的住持 每天不是播放舒缓放松的音乐 就是沐鱼配合着唱精的声音 到了周日更是热闹 两种声音一起播放 别说居然还谁都不影响谁 就算是这样 周清飞还是有些受不了 经常吃饭的时候 和孙父孙母撒娇 说自己没问题了 能不能停了 孙父孙母也犹豫了 因为根据这些日子 医生还有大师的反馈 周清飞也算是正常 可以想到生日宴上的事情 孙父孙母又坚定地拒绝了周清飞 大友必须找出一个问题的架势 而且周清飞也不承认 自己心里有问题 和医生讲大道理 还有做测试相比 大师那种每天敲目于唱精 更加自在 啥都不耽误还挺有效果 毕竟他最近都没见到恶鬼 所以在下一次心里治疗的时候 周清飞特意叫上了孙父孙母 菲菲啊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不知道你爸爸 今天有个很重要的合同要签署吗 孙母有些不高兴 妈 您别生气 周清飞转向了我 漂亮的大眼睛里充满了细迹 闪着亮下我狗眼的光芒 姐姐 你快告诉大家呀 晨晨 你最听话了 怎么也跟着胡闹了 到底有什么事情 孙父一直看着手表 根本无心搭理周清飞 只有孙母还耐着性子 但是耐久度 也马上就要归零了 我看了一眼周清飞 然后又飞快地低下头 把那种恐惧和被迫 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一切都落在了孙母的眼里 周清飞虽然觉得 我这样有点不对劲 但是狂喜已经让她理智消失 姐姐可能是有点害怕 我替姐姐说吧 那天生日宴姐姐也看到了恶鬼 所以并不是我疯了 而是真的有鬼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看向我 我吞吞吐吐 眼神到处乱飘 嗯 这 那个 怎么说呢 周清飞急了 姐姐你快说啊 我缩着肩膀 躲在孙母身后 孙母立刻察觉出不对劲 晨晨你实话实说 妈妈给你做主 嗯 妹妹对不起了 姐姐不擅长说谎 你别逼姐姐了 我哭哭啼啼 其实是妹妹拜托我说谎 她说她受够了现在的折磨 她要自由 我又想帮她 但是又害怕她不治疗 再出问题 我把一个姐姐 关心妹妹的矛盾 与不仁演绎的淋漓尽致 就连恶鬼都忍不住 给我点了一个赞 十一 啊 鬼啊 她就在那里 你们看不到吗 周清飞一脸的恐惧 她贴在墙上 指着恶鬼 我紧紧抓着孙母 妈 我怎么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 怎么可能 她就在这儿啊 周清飞因为恐惧而五官扭曲 在我的寿意下 恶鬼又变成了那副腐烂的样子 而且这次她还笑了 嘴角一直咧到了耳朵后面 露出干枯的牙银 别说周清飞了 我看着都觉得恐怖 恶鬼一步一步地走近她 嘴里还发出尖笑 美女 就你能看到我 这就是缘分啊 来 让哥亲一个 不要 不要啊 周清飞下意识地 拿起床头柜上的茶杯扔了出去 茶杯穿过恶鬼 砸到了医生的额头 鲜血瞬间就下来了 先生 夫人 这是精神分裂 外加妄想 狂躁症 需要电疗电疗 我差点笑出来 这医生也是拼了 电疗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 只不过治疗期间 我让恶鬼偷偷把电量放大 周清飞嗷嗷叫唤的 整个别墅都听得到 孙父孙母直摇头 看来病得不轻啊 得再加一个疗程 因为医生已经说过了 他用的是最低电量 这样的后果 就是在第二天玄学压制的时候 他会格外的烦躁 导致大师还以为恶鬼反抗 念经是不管用了 这激起了大师的斗志 不管是民间办法 还是宗教办法 统统都来了一遍 什么味金汤 扎手指 打嚼底板 让我意外的是 就算是这样 他还有心思勾搭齐耀呢 12 两人趁着孙父孙母 不再互诉中常 甚至齐耀还答应说 等他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就和孙家说明情况 一脚踹掉我 然后和他订婚 周清飞故作无辜不忍 我不得不佩服他 这个时候了 还不忘在齐耀面前 伪装成善良大度的纯真少女 齐耀觉得周清飞状态不对 追问下 周清飞才为难地说出 这几天我的恶行 齐耀冷笑 告诉周清飞让他放心 他会找人教训我 让我生不如死 周清飞靠在齐耀的怀里 告诉他自己并不想伤害谁 可是在齐耀看不到的地方 他笑得恶毒 至于我为什么知道 他们抱着聊天的时候 恶鬼就在身边 一字不差地做了笔记 小说里 齐耀除了对周清飞温柔专情外 对待其他人 那都是心狠手辣 我夸了夸恶鬼 又交给了他一个艰巨的任务 看着后院两个失去理智 互相啃的人 我喝了一口咖啡 打开手机 给孙父孙母发了一条信息 爸妈你们看家里的监控坏了 不然的话 怎么能看到齐耀和妹妹互啃 当天下午外出谈生意的 孙父孙母都来不及等飞机 直接开了四五个小时的车杀了回来 家里的保姆佣人 进入寒蝉 他们都目睹了 更别说还有院子里的监控 齐耀一脸凝重地坐在沙发上 衣服都撕烂了 请求孙父孙母的原谅 并表示会负责 周清飞还没有缓过进来 有些发呆 孙父孙母气得够呛 这不是负责的问题 而是丑闻的问题 怎么说 齐耀也是原主的未婚夫 虽然原助理在交换身份后 婚约自动取消 可那是按照原来剧情 原主做出来的 可我现在乖得不得了 在其他人的眼里 都是周清飞一直在做 其实就算是我不做 孙父孙母肯定也是 向着自己的亲生闺女 早晚会同意周清飞和齐耀在一起的 但通过这种奸情暴露的方式 着实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视频截图 已经传遍了整个圈子 明明是对因为世俗障碍 不能在一起的苦命小情侣 现在成了圈子里的笑话 由于视频短时间内 就广泛传播不好溯源 孙父孙母查了一圈 都没查出是谁发的 家里每个人都有嫌疑 可都没有证据 搞得孙父不光怀疑 是有人想搞他 同时还担心 是不是家里风水真有问题 其实发送人是我 我发给了原主之前 认识的那些不着调的富二代 那些可都是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主 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小心眼 我给过他机会 可他一而在在而三惹我 那我就不能饶了他了 你要是对我好 我也对你好 你要是算计我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十三 我在一边掉眼泪 爸 妈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成全了耀耀和妹妹吧 我不能再让孙家丢脸了 而且这是也怪我 我还以为是视频坏了 出现了不明生物 要是不通知爸妈就好了 都怪我 我摇着头 恨不得垂胸顿足 孙母眼眶红红地搂住我 晨晨不要怪自己 都是他们不争气 而且你也是受害者 岂要是你的未婚夫 清妃虽然是我的亲生女儿 但是从小没在我身边 没人叫好她呀 嗯 孙母的意思很明显 周家没有教好她 齐奥听到我教她要药 脸都绿了 但是她又不好发作 小说里虽然孙府并没有帮齐奥 但也没有捣乱 所以齐奥能靠着自己东山再起 后期孙父也对齐奥很满意 可经过这件事后 孙父对齐奥的好感变成附属 孙家虽然被全城的人嘲笑 但孙家的财力和影响力摆着呢 也只敢背后八卦一下 该给的面子还得给 所以不想得罪孙家 只能得罪齐家了 一时间就连为数不多 罗肯和齐家合作的公司 也都终止了协议 再加上孙父有意无意地推过助澜 齐家彻底破产 齐奥变成一个有着霸总病 却没有霸总命的打工仔 她倒是找了人教训我 只不过还没进小区 就被保安轰走了 事后那些小混混还找齐奥要钱 齐奥兜里比脸还干净 而且事还没办成 这钱怎么能给 于是在一个带头小混混的质疑下 齐奥被打了 路人报了警 带头的小混混什么都交代了 丝滑的就和拉肚子一样 这下小混混们被关了进去 而齐奥也因为花钱购买服务 而同样进去了 一代霸总就这样 折在了小混混的手里 陨落了 嘖嘖嘖 真是可惜了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霸总闻的 老带近了 14 大佬 我已经圆满完成任务了 呃 鬼贼兮兮地靠了过来 我扔给他一炷香 他立刻像是小狗一样 接住 还算不错 他陶醉地吸收着青烟 不一会香就快速地燃烧到头 他还有些回味 大佬点的香味道就是好 您可不知道 我当时附身在小混混身上 说的话有多煽动人心 要不是我拦着 齐奥都等不到警察来 我给恶鬼寄了一宫 让他挤满五个小红花 兑换一个愿望 不过事情还没结束 我又托了人给齐奥一点照顾 你不是霸总吗 你不是还惦记着让我去卖吗 那就先让你卖好了 特意让园主那些狐朋狗友 给齐奥安排进了一个 都是大佬的房间 齐奥虽然看着冷冰冰 但是征服他这种兵美人 更能让人有成就感 所以他的生活应该也还不错 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 也差不多了 我心满意足地打算云游四海 这种生活虽然奢侈又舒服 可短时间的体验一下还行 时间长了我就受不了了 我还是向往自由自在 而且我这一身本事 也不能浪费不适 再加上有恶鬼帮忙 相信我的道观 还可以重新开起来 可意外发生了 周清飞在周小弟的帮助下逃跑了 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和恶鬼正好没在家 打算到山里 想找个道观 先暂时地落落脚 谁知道道观最近封闭了 因为观里丢了一件厉害的法器 这件法器可是他们的传家宝 丢了就是丢了祖宗的脸 根本没有心情接纳新人 周清飞失踪 孙家已经乱成了一团 但和我也没多大关系 我打算回房睡觉 等明天再继续寻找其他的道观 谁知道 本该逃跑的周清飞和周小弟 居然就躲在了我的房间里 妹妹 弟弟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爸妈都找得快疯了 说是要报警把周家人抓起来 他俩隔着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呗 我没有心思和他们纠缠 敷衍几句就要打电话 孙晨晨 你不要虚情假意 我已经看透你了 你根本不是什么好人 让我见鬼也是你弄的吧 优贺 还算是有点聪明啊 十五 两人见我就像见到的仇人一样 周小弟恶狠狠地说道 姐 别和他废话 我来解决他 他掏出匕首 就冲着我刺了过来 没了奇药 周清飞这是又找了新的枪了 我冷笑一声 就算是十个他都不是对手 恶鬼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打算吓唬一下周小弟 周小弟明显地恐惧了下 可他目光却露出一丝得意 不对 有问题 恶鬼 回来 可惜我晚了一步 周小弟手中藏的哪里是凶器 而是一柄金钱箭 恶鬼被刺中 瞬间胸口就出现了一个大洞 大洞不断地扩大 不消片刻恶鬼就魂飞魄散 大佬 看来我得先走一步了 如果可能真想留在你身边 你已经挤起了五个小红花 我还欠你一个愿望 你要是走了 我该怎么兑现 我想哭哭不出来 想笑也笑不出来 我想抱抱恶鬼 可是却穿过了他 只能等下辈子了 如果还能有下辈子 话音刚落 恶鬼就化成点点星光 发出最后的光亮后 就消失在了房间里 周小弟凭借着刚才一骨子冲劲 才干掉了恶鬼 毕竟见鬼之事 他还是第一次 之后一直愣在原地 周清飞推了推周小弟 把匕首递给了他 刚才的一点星光 落在了我的手心里 星光在我手心里跳动 像是恶鬼在和我打招呼一样 突然一阵寒光闪过 我下意识地扣住了周小弟的手腕 手中的星光也掉在了地上 和其他星光一样 落地后很快就消失了 我一震 眼眶发红 好啊 既然送死 那我就成全你 在我的冷笑中 我放开了手 周小弟因为惯性 刀尖插进了我的小腹中 16 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孙父孙母看到 然后报了警 到了警察局 周清飞还在疯狂输出 我故意养恶鬼害他 而且他和其要的丑闻 也怀疑是我做的 这些话本身警察叔叔就不会相信 而且在了解到他还有精神病史后 更是连一个标点都不相信了 而周小弟的口供 是建立在周清飞口供基础上的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周小弟盗窃文物罪和故意伤害罪 是跑不了了 什么也得十年起步 年头比其要还长 虽然周清飞因为病史 逃过法律的惩罚 可他教唆他人 被关进精神病院是没跑了 这一下孙父孙母也颇受打击 虽然他们也觉得周清飞是活该 可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我有好几次想走 可看到孙母眼泪汪汪地哀求我 我又心软了 孙父孙母说 他们只有我这一个女儿了 将来的产业都是我的 我倒是对产业没兴趣 只想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孙父孙母没办法 只是说让我经常回来看看 一年后 孙父孙母告诉我周清飞的治疗很成功 医院答应让他回家中秋 等我回到孙家别墅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就看到一个人影跪在院子里 双手高举 一脸虔诚地对着月光跪拜 这个动作我很熟悉 以前捉的鬼怪 就是这样吸收日月精华的 听到动静 他转过头来 周清飞那张脸笑得灿烂 大佬 你终于回来了 怎么说呢 就是看着周清飞的脸 露出狗腿子的表情 有些别扭 恶鬼说他也不想 只是当时为了活命 只能寄居在周清飞的身上 说完 他掏出几张当红顶流的照片 大佬 你不是说还欠我一个愿望吗 你挑一个让我复身呗